美国民主党全代会5号结束了线上投票 副总统贺锦丽确定获得提名 角逐总统大位 6号将会跟副首一同出席 宾州的造势活动 消息指出副首人选会是由 宾州或是迷尼苏达州的州长 其中一位出现 但宾州州长夏皮洛 近日却因为以巴立场问题 引发了争议 美国民主党全代会5号结束线上投票 副总统贺锦丽确定获得提名 角逐总统大位 一连串造势活动即将登场 6号从宾州出发 万众瞩目的副首人选 预定在网络公布 在同台拉票 一同抢攻关键摇摆州 消息指出副首会由宾州或明尼苏达州州长出现 但宾州州长夏皮洛 近日却因为立场问题引发争议 夏皮洛大学时期的文章遭到起底 文中强调巴勒斯坦人好战 让以巴地区无法和平共存 尽管夏皮洛澄清 现在跟年轻时的立场不同 支持两国方案 但歧视言论仍遭到挺巴团体质疑 51岁的夏皮洛是犹太裔 曾担任州检察总长 尽管在当地有高支持率 但成为热门副首人选的同时 一言一行也遭到放大检视 确定此编译 谢谢大家